西芹腰果 这也算一个固定的搭配的菜了 严格来说 它不是下饭的菜 它是下酒的菜 我们今天西芹不用炒 我们用凉拌的方法来做这道菜 这个是在超市买的腰果 它是熟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轻微的炒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香 西芹澳洲真便宜 两块钱一大颗 好,我们先把它掰下来洗一洗 把根部切一下 我们处理西芹不用刀 全部用手掰 这样处理西芹上的筋 就要干净一些 吃起来口感就好一些 我们在武汉 冬天的时候吃红山菜苔也都是靠手掰 不用刀的 掰完第一轮后 我们洗一洗 然后再把大的把它分成小的 这样就基本上保证了吃到口里的西芹 没有津津 很多人没有掌握这个诀窍 所以清理起来麻烦 吃到口里也麻烦 西芹降血脂降血压 是个好菜 好,这就处理好了 看上去很清爽吧 接着我们给它焯焯水 给它断生 断生或的芹菜 凉拌着吃 轻轻的炒一下吃 都可以 我们在水里给一点盐 给一点油 等到水开了 我们把芹菜丢进去 之所以选择焯水 是因为它的形状 焯起来受热不均匀 西芹焯水 不要等到水开 几十秒就可以了 断生就可以 青菜基本上都可以生着吃 而且营养更加的保全 好了 我们马上捞起来 过凉水 这样吃起来就脆一点 过了凉水后 捞起来备用 我们先来炒一下腰果 腰果一般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它就比较皮 不脆 所以我们把它炒香一点 炒脆一点 其实这叫背一背 烘焯的背 因为腰果的油脂含量很高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炒 就像炒花生米一样的 它很容易浮的 不能够炒锅 不能够炒锅 好了 起锅 腰果这就炒好了 下面我们来凉拌西芹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锅里放点油 给点大蒜 炒一下西芹 然后再和腰果混合 好 我们继继续凉拌 先给点盐 少一点胡椒粉 加一小勺的白糖 然后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喜欢生抽的可以加一点生抽 蚝油啊 鸡精啊 都可以加 按自己喜欢的口味来 尝一下咸蛋 最后我们加一勺的小麻油 然后再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我们就可以把炒好的腰果放进去了 然后再稍微搅拌几下 就可以装盘了 做这个菜很简单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营养又健康 好了 我们走开了 看上去 轻轻爽爽的 好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 我们再见 了 你看下来 最后我们就见到这里 我们下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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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回了